我们有几个同修 去帮助他苏聂 看他的样子 真的是没法子了 就劝导他 跟他讲人生苦啊 何必留念 万元放下 一心念佛求生尽土 把极乐世界 讲给他听 介绍给他 这人有善根 这善根 过去式的善根 他一生没有遇到善语言 这个时候才遇到 他一听就欢喜 去接受 告诉他的家人 不要再给他到处去 寻找治疗的方法 不需要 全家人都帮助他 念佛求往生 这个念头一转 他那个病很痛 他痛苦就没有了 就不痛了 欢欢喜喜跟大家念佛 三天就走了 真的 经常讲的 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 没错 念了三天三夜 他就走了 走的时候瑞相好 全身柔软 活化的时候 是令 这是一个 不信仰宗教 临终遇到善友 他成功 纵然是造无逆罪 失窝 能不能救 能救 四十八院里头 后头有一句 他要不相信就没救了 造无逆 失窝 灵命中时 他有坚定的信心 怨心 还是有救 就是五岳大师 说 能不能往生西方 极乐世界 最重要的条件 是有没有信念 真有信念 一定的是 平位高下 那是你念佛功夫的前生 这个很有道理 念到清静心 我们就用晶体上话说 念到清静心 方便游与土 念到平等游 时报 专业土 平等就是 理一心不乱 清静心 是四一心不乱 我们要向这个目标 去努力 平等分别心没有了 真地就无了 分别心没有了 时候 再一提神 就入不二法门 性相不二 理事不二 僧佛不二 众生更佛 这个人 王孙 孙世宝徒 到极乐世界 花开 结福 可见这个法门 无比的属性 底下说 可见本见 光瘦万里 仆贝三根 之阿切陀佑 能与万病 阿切陀是印度化 像我们中国人 讲的 叫万印丹 这个药 什么病毒质 界定有好处 没有坏处 这就是说这一步 什么样的根基作性 上上根 向文书复显 下下根 是造无逆时卧 只要你能信 你肯发愿 你决定的事 这个不可思议 灵命中始 能信 能悦 我想那也不是偶然 因为一个人 他有世事 英语 他有过去世 这一生 没有缘 遇到 过去生 肯定修过 肯定修过 这个法门 所以灵命中始 遇到有善友 给他提醒 他阿赖耶的种子 立刻起 谢谢 不是偶然 所以我们今天 帮助那些不相信的人 下种子 怎么帮助不相信的人 下种子 我们在一切实 一切处 手上拿着念珠 口音念着阿彼陀佛 那就是给众生下种子 你在马路上走 一路走 一路念佛 旁边的人 有意无意听到了 看到了 阿赖耶的诗都种了种子 跟这个进途宗 就结了缘了 这个种子叫金刚种子 永远不坏 来生后世 遇到缘 他会起先行 他起作用 谁是出家人 出家人再不好 说老实话 他就是破戒 他的功德都比你当 为什么呢 他穿这个衣服 这个形象啊 一走到外面人看到了 那个佛的印象就种下去了 你没有这个能力啊 这还得了吗 你说他一生当中 他给多少人种上根 应当真心的 这道理这是的呀 我在早年 在学校教学 我在大学教过几年书 教过五年 我就告诉同学 那时候同学好像 在学校里 就在学佛 别人说他迷信的 难为情 偷偷地学 我就告诉他 你要正大光明地学 你要普通众生 手上淡念书 淡手书 不会有人笑你 人家总是想 你看那个同学迷信 虽然说你迷信 他那个佛的种子 也种下去了 好事不是坏事 在学校里面念的书本 书本上通通写个名字 我说你不要写自己名 你就写阿弥陀佛 人家一看这书 我一念个阿弥陀佛 你看看 这不就又度了一个人吗 很多同学真的 用过这个方法 以后慢慢就形成风气了 所以 善调方便 广度有勤 这个里头 大道理 大因缘 我们如果懂得了 我们会对 出家人 会对念佛的人 起功尽心 他们的表象 也就是表发了 功德 无比殊胜 他用这一句话 做这一段的总结 遇到这步 这就是遇到 遇到这步 你看 随意所愿 借口的毒 这个随意的意思 非常之广 就是我们佛门里的所说的 佛事门中 有求彼 谁 随意所愿 就是有求彼 你求什么 得什么 求极乐世界 你得极乐世界 求见阿弥陀佛 你就能见阿弥陀佛 求成佛 得成佛 求成菩萨 你得菩萨 这个世间明文立扬 一佛说 那是鸡毛蒜皮小色 你有所求 都能求得到 没有求不到的 但是 你一定要求 不脱离这个六道 你永远不能离苦 六道太苦了 这人天是善道 善道都这么苦 活宽我都 你要细细观察 你现在的畜生苦不苦 特别是家里面养的 现在你要投出生道 你要变成一只猪了 变成一只鸡了 变成一只鸭了 你看看现在那个猪 鸡鸭甚至于牛 专门做牛肉的牛 你看 他的生活状况 从出生就关在笼子里头 笼子就是养大的 一个笼子装很多 他转身都转不住 他这么一辈子 他之前过这种日子 终身渐静 到被杀的时候 你说他是什么心情 他有没有怨恨 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人跟住什么一年 他有怨恨 他有不平 那个怨恨 他的肉就有多 就在很多的病院 所以现在吃肉 为什么那么多的病 我们中国古人所说的 病从口如 祸从口出 这是真理 现在不但肉不能吃 那是毒 现在素食要变成有毒 因为蔬菜 化肥 农药 这个人世间太苦了 不要再留念人世间了 早一天往生 就是早一天解脱了 留念这个世间是错误的 我们念佛 佛还没来建议我们 说明 我们的夜报没消掉 夜当没消掉 夜当要是消掉之后 夜当靠谁来消 靠自己 谁都帮不上忙 怎么消呢 我有寿命 我命里的还有佛报 不要了 统统写掉了 当然就没有了 佛就来建议你了 如果你发大诚心 我统统死掉了 现在还有这个身体在 利用这个身体 多帮助一些苦难众生 劝达他们 帮助他们 多带一些人往生 好事情 佛佛他们有一个不赞成的 生死自在 想什么时候走 就什么时候走 一点挂爱都没有 这更好了 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人太可怜了 尤其灾难这么多 我们知道有灾难 从哪里知道 从佛经典上 佛在经典上常常说 一切乏从心想生 这是真理 那这世界上人想什么呢 2012那个电影片 全球联播 播了之后 人人都在想灾难 没灾难 灾难也来了 这想来的 所以我看了这个电影 我说这天意 它有两个作用 一个叫人的时候 提高警觉 断卧修缮 再不造罪了 这是帮助自己 成就自己 另外一个 生恐惧心 哎呀 天天念灾难 没灾难念来了 一切发送心相生 我看了那个电影 跟很多同学说 这是天意 大概现在人造的这些罪业 没法治了 法律也治不了 国家也治不了 总统皇上也治不了 那怎么办呢 只有老天爷来了 老天爷来治的话 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 自然灾难 确实很可怕 那要问 能不能化解灾难呢 在佛法上讲 答案是肯定的 只要回心向上 佛教给我们两句话 这是佛门的口头禅 勤修 勤修 戒定慧 熄灭 贪嗔痴 这灾难就化解了 你要是真干 他真有效 从什么地方建修 从自己 自己有灾难 有病苦 如果你依照这个方法去修 你的病苦就好了 你个人的业障就消了 业障就消了 身体健康就恢复了 所谓是 相有心神 静随心转 这都佛经上成熟的 相貌 随着你的念头再转变 身体健康也如实 你心里是善念 健康成熟 如果心里是静念 那就更是健康成熟 心情都善 我知足这个环境 不会有灾难 纵然这个地方 沼泽沃越的人很多 可是有一部分人在修审 这个地方 纵有灾难 它也轻 不严重 古德曾经说过 一百个人当中 有一个人修审 那九十九个人都占光 不分之一 这话都是真的 不是假的 我们再看 底下一段 上 明本音 广应群起 而且恩德 由 身于 我才 反复 这个才是 用现在话是怎的 就是我们 同辈分的 前面是讲印记 这一段讲 功德 当今莫法 众生 父 会 浅薄 够大 深重 唯 耐词 方便 法门 但凭 幸运 痴明 便能 功超 累积 亡生 极落 今生 今等 不退 我们就看到此地 这是一小段 这说到我们先前 黄念族 是当代的人 往生还不久 早年 我每一年 至少到北京 学个一两次 不是违背的 专门去看他 他走了之后 我还去看过一次 看他的女儿 看他的学生 这就是讲的 我们现代人 现代人 真的 父母 会见 没智慧 也没父报 从反面来讲 我们的烦恼 息息 深重 狗是讲任务 仗是讲业障 我们所造作的 不善 那就是业障 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 发生 我们对于善恶的标准 不知道 总以为自己做的 都是对的 不知道自己的过务 所以我们细心去观察 就了解了 不要去看别人 看自己 造年 我在年轻时候讲 经常常提到 我们的造酷 造酷的目的是 提醒自己 我今天一天 不要把佛祖的教诲 忘掉 常常提高 警觉 一教风险 这是你真做造酷 所以我们曾经把古人编的 扩送本 古人编的是里面咒语太多 咒语现在不了解意思 那就说不到效果 所以我们重新 全定经文 给我们尽忠同学 尽忠同学 有个高谋扩送本 那个本子是我编的 早晨念的经文 是无量寿经的四十八月 早酷的时候想一想 阿弥陀佛发的四十八月 我也没有发 跟自己对照对照 希望把四十八月 变成自己的本月 那我们的心恋 跟阿弥陀佛就相同了 纨阔我们学的经文 是三十二到三十七篇 这一段经文讲什么呢 教我们持戒 反省 改过 自先 散毁 用这个来做纨阔 纨阔真的 要反省 要减点 要改过 这个扩送对我们才有利益 都是采取无量寿经 这方便法了 端修的 早扩念无量寿经 晚扩也不念无量寿经 专修 那我们一般呢 没有这么 没有这么多时间 就揭露 无量寿经 重要的经文 朝末 提醒自己 目的 目的 无非是 消业障 远离 烦恼吸气 我们学佛的功夫 才能够得利 这个经文 你还是记不住 你要是不能理解 你这部修法 化解 现前的灾难 现前灾难很重 全世界 哪个人不造业 造的是什么业 十三业造业展开 你就要全反了 真地叫 无逆十物 十物是什么 傻僧 偷盗 邪淫 妄于 脸时 悟口其语 贪婪 惩惠 于此 你说现在这个 世间 谁不造 小孩都造了 小孩怎么会造呢 小孩跟电视学 天天看电视 电视教他 上学了 在中国我不知道 在外国 小学一年级就用电脑了 电脑里面资讯很多 他什么都学会了 这还得了吗 造实物 造实物就有无逆的行为出现了 杀父亲 杀母亲 杀老师 杀阿罗汉就等于杀老师 这是我们现前社会 越想越可怕 越看越可怕 我们这一代 还能维持眼前的现状 二十年之后怎么办 谁有能力 维持社会秩序 没人了 那我们老祖宗常说 造人的时候 人治不了了 父母治不了儿女 法律治不了人民的时候 上天就来管了 上天管的时候 那就是灾难 十十十多多的灾难 通通都出现了 所以拯救 这个世界 说实实实在对的话 就是无量手机 在大乘佛法里头 这最有效 这个法门真的是方便法门 但凭 幸运 这三个条件 这三个条件 真心 丝毫怀疑都没有 真愿往事 那 持民就是念佛 真干 这一句阿弥陀佛 这二六十中 不间断 前几天 东北 刘苏云居士到我这来 在这边做报告 讲了十几个小时 那个人说 那个人真干 他五十九岁的时候 得到个重病 北方人知道 红斑狼疮 得这个病 几乎没有治愈的可能 在这个病 就是要走的 中西医 都没法自救 他有好多朋友 在这个病都走了 他在这边 他就是幸运之明 对阿弥陀佛 对极乐世界 一丝毫怀疑 几乎没有 那生死看得很淡 一心一意 就是要求神经徒 所以医生告诉他 你要讲的老实话 他说你这个病 没有指望 你心理上也要有准备 你随时都有死亡的可能 他消息息 那我要死 那就是阿弥陀佛来接我 我到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是我的老家 我一点恐怖也没有 他的病好了 一生感觉的奇怪 怎么好的 我念佛好的 一听到晚 就是一部无量手机 全是阿弥陀佛 他还听听无量手机 听光碟 很用功 他报告上说 他每一天听一片 我早年讲的 一片十一个小时 每一天听十个小时 就是这一片的时候 他听十遍 他听得很熟 念无量手机 听无量手机 念阿弥陀佛 便好了 一生相信他的话 他有个最大的长处 我们一般人做不到的 他一生没打过往 人非常忠厚老实 不会骗人 这句都跟你讲实话 今年又是六岁 因为我看到 那个访问的光碟 是03年 5月4日 落地半个小时 来电视台访问 所以我想这么多年了 这人还在不在啊 我让我们香港同学 打听 这个人在 还把电话号码 找到了 我就给他通了个电话 那个时候我在 台湾治牙齿 我听到这么一个信息 通过电话 他很紧张 也很惊讶 我说怎么样 身体怎么样呢 好 一年比一年好 我就邀请他 到香港来 见了没有 真的好 你看看 在我们这边 讲了十几个小时 讲完之后 向小丽请到深圳 我在深圳 很辛苦了 每一天讲 差不多六个小时 还要解答别人问题 一天讲八个小时 讲两天 再回去 幸运之明 就这四个小时 他的病没有了 喝得那么健康 那么幸福 我在讲经提到几次 他现在变成名人了 好多地方 请到几家园 他是个非常内向的人 我告诉他 我说你现在不能独善其身了 你现在要见善天下 你要到处去活 要去帮助别人 他也很难得 佛菩萨叫我怎么说 我就怎么说 这四个字重要啊 这四个字我们掌握到了 我们这一生的问题解决了 决定的深圳土啊 别能功超累积 这句话都是真 要是不修这个法门 八万四千法门 无论哪个法门 你要修行 修到出力十法界 要多少时间 要好多节 你才能够出得了十法界 你超越六道 你正阿罗汉国 阿罗汉再修行 出力十法界 不是容易死心 佛法里常讲的五量节 可是用净土法门 净土叫横超 八万四千法门 它是一个阶段 一个阶段向上提升 叫庶出 净土法门不用这个方法 在人道之间 它就直接到极乐世界了 叫横超 王身净落 金灯不退 这个金是快速 绝境 你就真的不退转 这是经文上都这么说的 无量寿金 阿弥陀佛自己说的 第六评 四十八院 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 身到西方极乐世界 借座阿弥陀佛自 就这句话了 阿弥陀佛自是印度话 翻成中国意思是 不退转 这个不退转里面 包括了三种不退转 为不退 行不退 念不退 这三种不退转 都挣的是什么国务 这一般讲起来 原叫粗住 别叫粗地 也就是说 这个人已经超越十八截了 他已经往生 祝福十报庄严土了 他才挣这三种不退 阿弥陀佛只挣一个 为不退 菩萨挣到行不退 念不退还做不到 那就是没有出十八截 挣得念不退 超越十八截 真的成佛了 那么到西方基罗世界 我们这种烦恼 稀奇 一品都没断 全靠 信愿持民 就靠这个 靠佛力加持 我们自己只要把这个信愿持民 这四个字做到 佛力加持我们 我们就能往生 生到西方基罗世界 是凡圣通就出 换句话 烦恼稀奇 是代持的 叫代业往生 修其他的法门是不可能 你出不了六道轮回 修这个法门很幸运的 不但出六道了 还出十八截了 你是这多难得 真叫功超累戒 生到西方基罗世界 即使凡圣通就出 下下平往生 也是 正三不退 正三不退上的还加一个字 云正三不退 那可不简单 云是云满 圆满正德三不退 那是什么人呢 华严经上 圆教 七地以上的菩萨 正三不退 出诸就正德了 加个圆字 就到七地了 没人相信 所以这个法门叫 男性之法 我们能相信 凭什么相信 是凭阿弥陀佛 本愿为神的价值 不是阿弥陀佛 本愿为神价值 你怎么可能 凡夫是在讲 不是你正德 你的智慧 你的道行 你的神通 你的福报 跟七地菩萨平等 阿弥陀佛的福报 倒能去想他的福啊 不是自己想他的福 自己要正德七地 在极乐世界 自己修行正德七地 那就是自己的福报 自己没有正德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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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别的话 享受阿弥陀佛的福 这就相信 就没有疑问了 阿弥陀佛 对我们的恩德多大 所以这些话了 我们应当相信 这是佛祖的 成帝之言 而在礼上讲 佛祖的经常常讲 一切法从心向神 念念 不识这个法门 这个法门是第一法门 比华人还殊胜 我在讲这个经的时候 才真正知道 彭基金 据说的是中文化言 化言经太长了 我也不想讲了 我那时候 法院一声 专讲这部经 一遍一遍讲 就讲了十遍 以后又将华言经 这个源 是新加坡知识林 黎牧原林长 他起情 他代表 黄年祖老局 代表 韩管长 因为他们过去 辛辛苦 我没发现 到新加坡 就谈到这些事情 他非常热心 具足 威仪 在其前 很隆重 很庄严的 我就答应他了 那这也是我们非常感念 过去 华藏图书馆的 这个 韩管长 他在 病危的时候 往生前两天 也在祈求 希望把 华言经 留一套 这个光铁 给后人 做参考 他病重了 我安慰他 就答应了 我说好 等你病好 我们就 重新再开讲 是这么个缘分 这一步间 确实 华言 纲要 什么问题 都解决了 今天 这个今天 中午 马来西亚 几个同修 特地到香港来 访问 谈一个问题 落实宗教 经典教学 拯救地球 危机 宗教团结 还不够 每一个宗教 经典 都是好的 你展开来看 里面都是讲的 伦理 道德 因果 每一个宗教 都要真正注意 重视 落实 讲经教学 感化人心 劝导大家 回头之岸 这个世界有求 所以是 静随心转 人人都能向上 人人都能放下 错误 放下 我念 放下 我嫌 这世界 真有救 我们就谈这些问题 这个问题 具体如何落实 底下说 若无如是微妙法门 凡夫 何能度此 生死 夜还 而等 彼难 在这个末法 王后九千年 出这个法门之外 没有任何一个法门 能成就的 为什么呢 每一个法门 都是断烦恼 你坚持烦恼 能断吗 不说别的 私活不算 单单讲 见货 你能干嘛 见货 断了 在小城才振出国 大臣 华严经上 出兴位的菩萨 换一句话说 你才入门 建货是什么 西说 八十八平 六说 佛把它归纳为五大律 第一个是身界 第二个是边界 第三个是贱取戒 第四个戒取戒 第五个邪戒 这五大律 你能不能把它断掉 真正断掉了 金刚经上 那个四句话 你就做到了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数者相 你刚刚做到 我磨磨磨磨 我自己能不能做到 做不到 真难啊 无时界一来 就值得这个身生活 现在佛告诉你 身不生活 你不必为身体操心 为身操心 叫造孽 那身不生活 身是什么 身是我所有的 就像衣服一样 衣服不是我 衣服是我所有的 身体是我所有的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 我 不散不灭 我是永远不会死的 身体有生命 像衣服一样 衣服穿坏了 换一件 我们的身体 用了几十年 不好使了 换一个 很自在啊 很欢喜啊 换个新衣服 可是换衣服的时候 那的 与你的业力有关系 你一生 心善 行善 越换越好 啊 如果你心不 心行不善 那越换越差了 啊 这一身是个人的 是这个身了 来身换成出身身了 换成恶鬼身了 越换越差 可是不管换的那个 是什么身 身都不是自己 这个事情要懂啊 那么一般是 世俗念瑜伽 什么是自己 灵魂是自己 灵魂没有生死 他会到六道里头 去找身体 去找一个身体 找个身体 也不是随自己的意思 随自己的意思 什么都找天生都好啊 就想天父啊 找身体是受 业力的支配 还是一切发从心向上 你的心要善 那你找到的全是善的 你心不善呢 那你所找的都不善 由此可止 这善心善念都重要 今天我们外面的环境 都是引诱我们 其 贪嗔痴慢 贪嗔痴慢 是最不好的一年 如果真正懂得 因果报应 你就能够克制自己 英国理论里面讲 一赢一桌 莫非前定 命力是你的 你一定会得到 命力没有 用什么样的手段 都得不到 那你活不苦 走啊 不值得吗 那财怎么发的 你命里都有 无论你做什么生意 都发财 命里没有啊 你想尽什么方法 你都发不了财 你拿着枪去抢人 你也发不了财 你刚刚抢到 就被检察抓住了 这不是你的吧 你胡鼻呢 所以胡晓玲明白这个道理了 以前用这个不认当手段 去接触经营生意 错了 现在那个错误全改过来了 老老实实 照样赚钱 这个每年营营都上升 他在恍然大悟 原来不是用这个不善的手段 能赚得的 不是的 不善手段 这来的 还是你自己命里有的 你命里没有的时候 什么手段 你都得不到 所以我们想想 日本人侵略中国 想占领中国 他没有这个福报 中国不是他的 达了八年投降了 这不是的嘛 那满清政府在关外 他到中国来同志 年半六十年 那他都有这个命嘛 中国土地是他的吧 不是他的 用战争 用战灵都不行 真的是 一盈一卓 莫非千顶 用战争的手段 夺得来的 还是自己没有理由 但是战争的手段 是非常不好的手段 你杀了多少人 伤害了多少人民的财产 这是极大的握握 都有报应 你得富想完之后 你得要报我 那皇上不好当 到亡了过之后 这些皇上 都要去还债 都要去偿命 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情 所以人真正把这些事情 搞清楚了 那个妄念 冲冲熄掉了 什么好呢 还是念不好 还是超越六道轮回 超越十发界 好 他干这个事情 我们干别的 今天时间到了 我文字幕志愿者 对 好 我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